第一个就是你要这样做 就是弄一个account 然后再来就是好玩的啊 就是要出去台湾绕一圈 然后去到每一个商圈 最好就是去每个商圈 只有差不多六十个 然后每一个商圈都有五个关卡 然后那个五个你不用每一个都拍 你只要找一个就拍就可以了 其实真的蛮简单的 所以总共有三百个 然后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好玩啊 你就去商圈去吃喝玩 买东西啊 其实那个就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 然后再来呢 我们真的要证明说 这个不是你之前去的 因为像我啊 我其实每一个地方都去过 所以我这样已经有三百个店 但是呢 不能这样子嘛 对不对 一定要拿 我觉得这个很聪明 你要拿一百块 我会给你拿麦克风摆个pose 都可以 这样 这样 要摆中间 上面旁边 你要跑隔壁都可以 屁股对大家这不出来就不行 其实我刚刚就问说是不是可以拿一百块美金 或是你一百块其他的 就是不行啊 因为一定要 我们要 对一百块台银 因为这是披一百年嘛 对不对 对 然后你只要披 对 对 不能屁股对大家 还掉露个脸好了 你也是可以这样 但是我怕后面看得到吗 我怕 我怕这么快的 因为要帮给我 好 我还有大账的 也可以拿一百块 欸 后面还看不到 不好意思 太大了 怕你还看不到 好 对啊 只要拿一个一百块 然后只要拍一张照片 然后就传到这个 我们刚刚收的这个网站 然后就到下一个 就是你为累积更多分数 然后越累积越多 你的 你可以得到的奖品就越越高 是的 然后我觉得这些奖品 连我都觉得 你看 我会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好了 你去那边去玩 你去跟朋友一起去 然后只要稍微拍一个照片 现在大家都很疯照片嘛 所以就拿着一百块 然后还可以拿到iPad 2 而且还有一些iPad 然后还有电动车 就是很多很多 非常棒的一些 一些prices 我们总奖金大概是五十万元 初步开始 我想我们投入的 非常丰富 我们iPad 有电动车 那首奖叫做 商圈的盟主 那个首奖是五万块钱 那么另外还有一万块的 好几十个 我想我们的奖金 朝丰富化去走 东伟姐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是会想说 OK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出去玩 或者是跟家人 然后因为四九九祭司 真的是对一般家庭来讲 是算是OK的 而且你可以带着全家一起这样子出去 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你到那边的时候 还可以真的是拿一百块 然后到那个 因为它是商圈之一 所以你可以拿那个一百块 然后你这样子已经有三四个关卡了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好